正觉教育基金会今天来到三支区公所 带来红包福袋要发送给低收入户的居民 而特别请里长评估里内的需要协助的民众来到现场 出了温馨的关怀还有话剧演出 佛教正觉投修会以及正觉教育基金会 每年都会走访台湾各县市为若是家户发送福袋红包 并且也宣扬佛教慈悲为善的理念 今天基金会再度来到三支区公所 这也是第七年来到三支关怀弱势族群 为此佛教正觉同修会理事也承诺连续七年实在不容易 但绝不会因此而中断 一定会永续的继续关怀下去 今年是正觉团体连续第七年 在全省构大县市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今天来到新北市三支区集办 有十二个离一百一十五名受惠族在此参与受惠 每人领取红包一千五百块 七年来受惠族总共已经达到两万八千五百多人 送出金楼高达三千五百十十多万元 这是正节团体永续性的活动 未来能将持续继续举办 在关怀的现场可以见到佛教正觉同修会 以及正觉教育基金会的志工们 给予来到现场的弱势交互热情问候 并协助寻找位置 而基金会的理事也鼓励大家信佛向善 并常念佛号 将会有福报降临 慈善思考我们全国非常多 但是愿意这样出来 把我们保持 把我们建出来的救责 非常不感染 尤其我们的财团 他们是不一样 我听到一个非常感谢 他完全是不一样 他后面如果没有方式都不会财团 都不会财团 完全所有的经验 都是在他们的会员 感应出钱出力 三支区长也相当感谢佛教正觉同修会 以及正觉教育基金会 每年都来到三支关怀 不因为三支位储偏乡而有所间断 更加感动的是基金会的助人款项 并不来自社会大众的招募 而是会员志工们一点一滴的发心不失而来 金额虽然不多 却都是善心的积累 也期待这一份善能能够感动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弱势加户感受到温暖与关怀 即将大瓶和三支採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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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